的妞狂吃拖鞋被贾静雯打嘴巴大哭,网友一看不爽开枪引发争议。 根据ETTD星光云报道,贾静雯对于教育孩子一直有一套自己方法,从来不受网友或是观众影响,坚持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。 节目中布布与尔妞为了抢手机吵架,布布硬抢过来后尔妞直接爆哭,贾静雯见状直接上前要布布把手机给他,并跟他说我说过了,没有同意不能拿手机,布布最后乖乖投降将手机给了贾静雯。 接住贾静雯起身去厨房,没想到雷欧妞看到拖鞋在地上,竟趁住贾静雯不注意爬去拿拖鞋开始啃,之后贾静雯看见急忙跑来将拖鞋拿走, B.O.妞发现拖鞋被拿走开始爆哭,更不受控制地一直想拿拖鞋来吃,贾静雯最后拍打B.O.妞嘴巴严厉地说拖鞋可以吃吗,之后B.O.妞想拿一次来吃,贾静雯就会轻打他嘴巴,让B.O.妞知道这是不能吃的东西,若是吃就会被妈咪打嘴。 B.O.妞最后哭住向贾静雯跑抱抱,但贾静雯则是轻推了B.O.妞以下没有如他愿,他想让B.O.妞知道来做错事情, B.O.妞大哭跟淘宝抱抱是没有用的,贾静雯这样的教育法引起观众争议,有部分的人认为绝对反对打小嘴,尤其当电视机面前。 反对打小孩,这一招很烂,不认同这样教育法,其实贾静雯也知道不管怎么做,教育一直都是很主观的事情,一定会有人支持或反对,因此也出面表示自己的看法。 他受访表示必须从现在开始,就给孩子严肃的教育,不然女儿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,是不好的,而且基于卫生考量,一定要教他。 网友听了后也声援贾静雯教小孩的方式,直呼贾静雯真的是很棒的妈妈,有耐心,爱心,懂得怎么教小孩。 欣赏他。在荧幕上教小孩想必压力好大,贾妈妈加油,两派网友讨论相当激烈,只能说教育孩子一直都是许多妈妈头疼的问题,但相信贾静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,毕竟教小孩本来就没有一套公式,只有是不适合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